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练、对手和在场者都已持久 热烈的掌声向他致敬 他说是我们出新秀入的时候了 This time for new faces to come It's our time to go 阿根廷曾经于2004年8月28日在希腊雅典 以84比69击败意大利 获得第28届夏季奥运会男子篮球项目金牌 斯克拉在关键时刻得到25分和11个篮板球 因此形成阿根廷南篮黄金世代Golden Generation 他从1995年开始代表阿根廷参加国际比赛 是黄金世代球员之中最后一名退役者 他除了在雅典摘金之外 还在第29届中国北京夏季奥运会男子篮球项目获得铜牌 以及在2002年和2019年国际篮鞋世界杯比赛荣获银牌 斯克拉身高206公分69寸 直思大前锋 从2007年10月30日27岁起加盟美加地区制篮休士顿火箭队 连续三个球技都是82场次全勤 直到2017年2月13日36岁由布鲁克林兰网队退休 在北美直篮天地代表5支球队共出赛10个球技743场比赛 场均得到12分和6.7个篮板球 美国队在6日战胜西班牙队 连续5次成为西班牙冲击金牌的篮路虎 也一位祝盖锁兄弟从此告别国家队 两人对于职业篮球生涯各自另有规划 身高213公分7尺的大概所 代表西班牙在三项主要国际比赛之中获奖11次 包括荣获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男篮项目银牌 以及获得2016年年巴西里约奥运会铜牌 此外西班牙队曾经在2009年 2011年和2015年欧洲篮球锦标赛EUROBASKET 以及2006年国际篮协世界被封网 他从2001年11月1日21岁起 加盟美国直篮曼菲斯辉兄弟 直到2018年11月4日38岁由密尔瓦基公路队退休 在直篮天地代表5支球队 共出赛18个球季1226场比赛 场均得到17分和9.2个篮板球 6次当选全明星 两次荣获年度总冠军 小盖索Mark Gasol身高211公分6尺11寸 代表西班牙在主要国际比赛之中获奖9次 包括西班牙队曾经在2009年和2001年于欧洲篮球锦标赛EUROBASKET夺冠 以及2006年和2019年国际篮协世界被奉网 他年满36岁 是洛杉矶湖人队现役中锋 本球季场均得到5分和4.1个篮板球 曾经三次当选全明星 一次荣获过年度总冠军 彭广阳 2021年8月4日 二次荣获过年度总冠军